我是降临极寒来袭 我带着小白和不凡埋伏在山顶上 因为在上一世的今天 小白的两个哥们宁海博和陆不义 在执行护送任务时经过这里 结果却遇袭牺牲 所以今天我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果然 在他们途经这里休息时 前方不远处就开过来一个车队 不过这个车队有些特殊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装甲车 可是后面却跟着三辆囚车 在这种环境下 官方不可能去管这些坏人的 因此可以断定 肯定是那些坏人趁乱劫走了车辆逃了出来 而宁海博和陆不义的牺牲 肯定就是他们干的 很快 装甲车在距离宁海博他们的队伍 大概200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下来 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我从空间取出直升飞机 对准了他们 送给他们一枚导弹 白族在草丛的凌晨和沈君宇 也被我这迅速解决战斗的效率感到震撼 见到老朋友 他们五个异常兴奋 不过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 要先抓紧完成护送任务 然后回到安全基地报道 小白让他们之后有啥事就去民怨小区找他 匆匆聊过之后 便继续启程 而我则带着小白他们返回到民怨小区 两天后 宁海博和陆不义来到了民怨小区 经过一番沟通才知道 原来他们之前一直在外执行任务 没法回去找家人 这次任务结束了 他们现在要回老家了 同时在走之前 他们问我到时候如果家里的情况不是太好的话 是否可以带着家人加入我的队伍 我并没有拒绝他们 在这样的末世 做孤狼太难了 必须每时每刻紧绷着那根鞋 团队合作 才是末世的生存之道 更何况 他们还是信得过的人 来到楼下 我从空间取出两辆越野车 又取出一些物资放在了车上 随后宁海博和陆不义就踏上寻亲之路 接下来的几天并没有什么事情 时间来到9月8号 我准备继续开启我的交易之路 我打算到安全基地附近 用粮食去换金玉来给我的空间升级 这次 我准备带着团队的全体成员一起出发 来到楼下 我从空间取出车 向安全基地开去 两个小时后 我在距离安全基地1.5公里左右的一个山脚下停了下来 此地前面视野开阔 周围无遮挡物 背靠山坡树林 山坡遮挡住了安全基地那边的视线 降低了安全基地官方对我们的窥视 倒不是怕他们 只是有些麻烦能避则避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而前面几百米就是安全基地人员出入的必经之路 所以人流也不错 我从空间取出的粮食放在了货车上 并把事先写好的横幅挂在了车厢上 金玉可换粮 换率1比3 没过多久 就有几个幸存者围了过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金玉真的可以换粮吗 是的 粮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只要有金玉都可以拿来换 一斤金玉换三斤粮食 在场的幸存者听到了我的话后 立马沸腾了起来 很快这批人就跑回安全基地准备拿金玉来换粮食 而消息也一下子传开了 很快 我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客人 他们是夫妻 在末世之前就是做翡翠生意的 末世后也是第一批到了安全基地 当时他们以为天灾会过去 所以手里的翡翠存货都带到了安全基地 刚刚听到基地外可以换粮 赶紧拿着十斤左右的翡翠赶过来 你们一会儿还在吗 我家里还有一些翡翠 是的 除非这车粮食都换完了 听后 夫妻两人兴冲冲地走了 准备回去再把其他翡翠也拿来换成米粮 其他人见这两人真的换到了粮食 也快速地赶回家去拿金玉 此时 在不远处 有一群不怀好意的人正紧紧盯着我货车上的粮食 似乎在盘算的时候 而在这对夫妻的身后 也紧紧地跟着几个人 至于他们什么目的 大家也都知道 末世真是险恶呀